当我们谈论灵性高的人 一个令人惊奇的能力 便是他们对于能量的感知 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概念 而是一种深刻的直觉力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周围人的能量场 你可能曾经遇到这样的人 他们似乎只须一眼 就能看穿一个人的内心 这种能力 虽然听起来有点玄乎 其实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 和情绪及敏感的基础上 灵性高的人通常非常擅长 感知环境中的微妙变化 包括人们的情绪波动和能量流动 他们能够感受到 一个人的能量是否和谐 或者是否存在 某种内在的冲突和不安 这并不是一种神秘的超能力 而是一种通过长期修炼 和敏锐的自我觉察 所获得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 灵性高的人会使用他们的感知能力 来捕捉那些非语言的信号 这些信号可能是一个微小的肢体动作 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眼神闪动 或是声音的微妙变化 透过这些细微的观察 他们能够解读一个人的情绪状态 甚至是其深层的心理特征 这种能力令灵性高的人 在社交互动中具有独特的优势 他们不仅能够感应到他人的需要和态度 更能在对方还未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感受时 就给予适当的回应和支持 这使得他们在提供心理咨询 或者精神指导时 能够非常精准地抓住问题的核心 帮助他人达到内在的和谐 那么灵性高的人是如何培养出这种能力的呢 通常 这需要长时间的内在探索和自我实践 他们可能会进行冥想 瑜伽或其他精神修炼活动 这些都是提升自我觉察的有效方法 透过这些实践 他们学会了如何静下心来 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并对外在的能量变化 保持敏感和开放 这种灵性修炼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对于他们来说 更是一种达到更高意识层次的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学会了如何超越表面的交流 触及人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连接 这使他们能够在看似平常的交流中 洞察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真相 当我们谈到灵性修炼 我们常常想象到坐禅或者冥想 然而 在某些人的生活中 灵性修炼的层面 远远超越了这些基本的时间 这些灵性高度发展的人士 他们有一种看似超凡脱俗的能力 能够看清一个人的真实本质 他们相信每个人的灵魂 都有其独特的语言 这不仅是声音的语言 更是一种灵魂的共鸣 透过他们深度的灵性修炼 他们能与他人的灵魂 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系 这种联系超越了表面的对话 它更像是一种灵魂层面的交流 想象一下 当你与某人交谈时 不仅听到他们的话 还能感受到他们话语背后的情感和意图 这就是灵性高的人所经历的 他们不仅听到你说了什么 更能感觉到你的悲伤 你的喜乐 你的恐惧和你的希望 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真正理解他人的需要 并且洞悉那些尚未被言语表达出来的深层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用一种非常细腻和敏感的方式 与人交流 他们能够察觉到对方灵魂的疼痛点 并用最适合的方式提供帮助 有时候这种帮助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建议 有时候可能是一段深入的对话 或者只是一个及时的拥抱 透过这些深层次的灵魂对话 灵性高的人能够提供极大的安慰和支持 帮助他人愈合内心的创伤 这种能力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过长时间的修炼和自我探索才能达到的 他们学会如何放下自我中心的想法 开放心灵 去感受那些非言语的情感的信息 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能力 它让持有者能够在这个充满喧哗和混乱的世界中 为他人提供一片宁静和理解的绿洲 对于我们这些寻求更深层次理解和连接的人来说 这种能力是一个极大的启示 它教会我们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通过真正的灵魂沟通 我们也能找到共鸣和解脱的途径 这种沟通不仅是为了解决问题 更是一种共同成长和进步的方式 在探索灵性高的人如何看清他人时 直觉的使用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元素 直觉不仅是一种感觉 它更是一种无形的连接 一种内在的导引 想象一下 当你与某人初次见面时 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舒服或者不舒服 这种感觉 这种从内心深处涌出的直觉反应 正是灵性高的人用来洞察他人的强大工具 灵性高的人通常非常擅长捕捉那些非语言的信号 比如对方的肢体语言 眼神的交流 甚至是气氛中的变化 这些微妙的线索 最多数人来说可能只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但对他们却是开启对方内心世界的钥匙 比如当两个人交谈时 一个微小的眼神闪躲 或者是身体微微厚扬 可能就是不安或不诚实的信号 灵性高的人能够感受到这些信号背后的情绪波动 而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他们对直觉的信任与运用 但直觉并不是一种神秘的超能力 而是一种可以培养的感知能力 对于灵性高的人来说 这种能力通常是通过长时间的自我反思 冥想以及对内在感受的深刻理解而练就的 他们学会了如何静下心来 聆听那些超越言语的沟通方式 这使他们能够在看似平常的对话中读懂深层的含义 这种直觉的运用在灵性实践中是一个重要的层面 它不仅仅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人 同时也是一种内在成长和自我启发的途径 当你开始尝试聆听并信任自己的直觉时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人对视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 你开始能够从一个更深层次上理解周围的人和事 这种理解超越了表面的交流和显而易见的行为模式 灵性高的人在运用直觉时经常是在寻找 与他们内在价值和信念体系相符的信号 这不仅仅是关于判断对错 更多的是关于感受到与他人之间的真诚与和谐 当他们通过非语言的提示感受到某人的诚实或善良时 这种直觉往往会引导他们向这种正面能量靠近 并建立更深层的连接 灵性高的人是如何透过梦境与象征来洞悉他人的本质 这个话题不仅充满神秘感 还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人类心灵的深层次交流 首先想象一下当你睡觉时 你的潜意识不仅仅是在休息 对于那些灵性发达的人来说 梦境是一个丰富的信息源泉 他们能够通过梦中出现的符号和事件 解读出与他们生活中的人和事有何种深刻的联系 当我们谈论梦中的象征时 我们是在谈论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 这种语言并不像我们日常使用的言语那样之间 它更像是一种图像和感觉的集合 这些图像和感觉封装了深层的意义和讯息 举例来说 如果一位灵性高的人梦见水 这可能象征住情感的流动或者某种变化的开始 如果梦中出现某个人与水相关的场景 这位灵性人士可能会解读 这是与那个人在情感上的深层连接或变动的预兆 这种能力并非仅凭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修炼和自我认识 学会解读梦境中的象征 对于灵性高的人来说 就像是学习一门新语言 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完善 在这过程中 他们会学习如何区分哪些梦境 是反映自己内心的映射 哪些是超越个人 指向更广泛人际关系的提示 这种洞察力允许他们在醒来后 带着一种全新的理解 去面对那些他们在梦中看见的人 进一步来说 这些象征不仅仅是随机出现的 他们是潜意识在尝试与意识层面沟通的方式 传递一些可能在日常生活中 未被注意到的讯息 有时 这些梦境中的讯息 可能预示着未来的发展 或揭示出某个人的真实意图和性格 因此 灵性高的人往往能在别人还未意识到 自己的真实感受或动机之前 就已经透过这些梦境象征 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了解 这样的能力让他们在人际互动中 更加敏感和有洞察力 也常常让人觉得 他们拥有一种近乎超自然的直觉 你可以想象 这种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有价值 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或在寻求深层次的自我了解时 当我们谈论灵性高的人 我们不免会联想到他们对世界的独特视角 特别是对时间的理解 这些人拥有一种非线性的时间感知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超越传统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连续观念 他们如何应用这种理解来更深刻的看透一个人呢 首先 灵性高的人通常能够感知到一个人的过去经历 如何影响其当下的情绪和行为 他们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和选择并非紧受当下环境的影响 更深层的连接来自于过去的重大事件 例如 一个经历过失败的人可能在面对新挑战时 表现出愁愁或过度谨慎 灵性高的人能够透过这些表面的行为模式 看到背后深藏的过去经验影响 而对于未来 他们同样有着独到的视角 他们不仅能预感到某些未来的发展 更能理解这些潜在事件 如何在当下行诉一个人的决策和心理状态 这种对未来事件的感知不是简单的预言或预测 而是一种对人生轨迹可能变化的深刻理解 这使得灵性高的人在与人互动时 能够提供极具前瞻性的指导和支持 他们的这种能力 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极具洞察力 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我们常说 时间是最公正的 因为它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但对灵性高的人来说 时间是一个更为丰富和多维的概念 它是一个可以探索和理解的空间 而不仅仅是连续发生的事件 这种时间观上 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来看待人生和人际关系 这不仅是灵性的表现 也是一种深刻的智慧 当你与一个灵性高的人谈话时 你会发现 他们似乎能洞察你的过去和未来 就像他们已经知道你的故事一样 这不是他们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而是他们用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 来感知和理解周边的世界 这种非线性的时间理解 使他们能够在诸多层面上 更全面地理解一个人 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仿佛能够穿作于时间的层层叠叠之中 挖掘出影响一个人最深刻的动因 在探讨灵性高的人如何看清一个人时 我们不得不提及他们与自然界的独特连结 这种连结不仅是他们灵性实践的一部分 也是他们洞察人心的重要方式 当我们谈论灵性高的人时 我们常常想象他们在静坐中得到启示 或是在繁忙生活中保持一份宁静 然而 他们对人的理解和洞察 往往来自于对自然的深刻感知和体验 举例来说 观察一个人如何与自然相处 可以揭示许多关于其内在性格和价值观的信息 如果一个人在自然环境中表现出 对动物的慈悲和对植物的关怀 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具有高度的同理心和内在的和谐 这些行为是无法伪装的 因为自然界的互动要求我们展现真实的自我 灵性高的人很擅长捕捉这些细微的非语言提示 从而对一个人的本质有更深的理解 他们相信 一个人与自然的连结可以显示出 他们是否能与周围的世界和谐共处 当我们看到 有人能够耐心的观察一只鸟的飞翔 或是细心照顾一株花草 这些都不仅仅是外在行为 更是内在灵性状态的反应 透过这些交互 灵性高的人可以感受到 对方是否真正的感激和尊重生命的每一个部分 自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存在 对于灵性高的人来说 它是一个能量场 反映了每个人的内在状态 因此当他们评估一个人的时候 会特别注意这个人如何不如自然 他们是如何与周围的环境互动的 这种互动展现了一个人的能量是否正面 是否能够促进生命力的流动 或者是否可能阻碍这种流动 观察一个人是否在自然中找到安宁 是否能够无需言语就与动植物建立联系 这些都是灵性高的人判断他人的方法 这种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时间和经验来培养 但一旦发展起来 它就是一种强大的工具 可以用来揭示人们深藏的本性和潜能 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灵性高的人 如何看待他人时 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如何利用 与自然的深厚连结来增进对他人的理解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